继父冲到女儿床上 想趁机跟她打扑克 却不料女儿从卫生间出来 继父看到她后直接表明意图 抱着小美上床 还说她只要答应 自己就能让她好好快乐一番 小美久经战场 这样的老男人她还不放在眼里 可继父不想放弃 不断对小美动手动脚 两人推嗓间 小美竟被她摔在地上 小美抓住机会 哭着跟继父撒娇 老男人拿顶得住这种攻势 安慰小美的同时 还不忘在她大腿和胳膊上开油 这种小打小闹 她狮子大开口 张嘴就要一栋上千万的大别墅 看继父有些犹豫 小美上前就是一文 这就相当于定睛了 想到以后的尾款 继父彻底沦陷 立刻答应了小美的要求 第二天小美就收到了别墅的位置和钥匙 这房子极为奢侈 小美非常满意 正沉浸在欢乐中时 继父竟突然出现 从身后抱住了她 刚收到房子的小美也很顺从 可转过身后却被继父的穿着惊呆了 被新内裤加领带 没想到老男人还有这种变态爱好 面对小美的震惊 继父还笑着彼了个夜 她诚信抱住小美想要收取尾款 小美却弯腰躲了过去 还拿着手机有模有样地打起电话 祭父顿时慌了神 再也顾不上跟小美战斗 收拾衣服逃离现场 另一边 姑姑得知阿兰的母亲已经来到阿兰身边 她心急如焚 竟偷了阿兰的手表 将其还给母亲 还说阿兰永远不会接受当年狠心抛弃她的人 看着自己送的手表被还回来 母亲心如刀割 气不成声 事后 母亲只好哭着求小美帮她找回阿兰 小美没有办法 只好动身前往画廊 发现我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